高雄市的左营地区因为眷村改建 人口减少经常发生窃盗案 而最近因为新的监视器系统还没有上线 小偷更是毫无顾忌 有住家连铁门都被拆走了 而里长们实在受不了 今天联合向市议员陈勤 那么高雄市警局者回应 将会加强巡逻维护治安 走在一片凌乱的社区 王波波很无奈 因为眷村改建 左营的励志新村从200多户 搬到只剩20几户 没有左邻右舍守望相助 几乎每天都有小偷 有人贴上字条 请小偷手下留情 因为实在是被偷怕了 铁门铁窗全都被拆走 连电线也被偷捡变卖 一度让整个社区都没电可用 前几天王波波自己的家里再度遭殃 后门的铁门被偷 只好随便拿个木门替代 月月份嘛 月月27号 最近的事情啊 对啊 最近的事情啊 我没有办法拿个木门当起来 除了励志新村 附近的河群和复兴新村也都同样小偷猖獗 最近新年度开始 高雄市监视器全部更新 不过旧设备拆除 新系统却还没上线 里长们气得跳脚 没了监视器不止无法嚇阻小偷 发生欠案也更不容易破案 那现在他这个市政府完全这个拆签完毕以后 那当就是这个破案的几率就完全消失了嘛 对这个摄影机就等于说是电子警察一样 尤其到了过年年关将至 小偷真心抓到不得了 我前面才抓到五个 那每天在抓小偷里长什么事都不要干了 市长大街 里长连妹向议员陈勤 高雄市警察局则回应 新的监视器最快四月底之前可以上线 这段期间会加派巡逻人力维护治安 不过新旧系统衔接出现空窗旗 里长还是认为市政府应该为决策疏失负起责任 记者宇尊分孟昭全高雄报导